在后边就是北冰羊 往东走一直到白临海峡到太平洋 我的名字叫古岳 我是79年的 我是一个旅行探险家 已经在路上有20来年的经历了 每年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路上 我同时呢还是一直拍这种的旅行的节目 旅行的纪录片这种内容 然后到现在来说 走过90来个国家 七大洲都去过 今年41岁的古岳 儿时移民美国 大学去意大利做交换生时 开启了他的背包之旅 从最初的独自艺人上路 到后来用视频记录旅行见闻 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世界各地的风俗民情 让人们知道原来世界是如此之大 因为好多时候我拍的东西 一部分是我的经历 一部分是当地人的一些的故事啊 这个东西 我带了一个大厨 我们去了这个一个 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在雨林里 然后我们跟他们居住了差不多两周多 再看跟他们一起去捕猎 去采集 去住他们那种 在树上建的那种的树屋 这个世界其实很大 然后呢 有很多东西值得去看 去体验的 所以好多人是看到我记录片之后才知道啊 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 2010年 古月的旅行纪录片 搭车去柏林 红遍网络 他和朋友一路只依靠陌生人的帮助 搭便车 经过16000多公里 穿越13个国家 最终抵达柏林 开启了人们对公路旅游的向往 2012年 他完成了不带一分钱旅行 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 用51天走遍中国9个省份 引发了人们对金钱的思考 古月说 每一次旅行都是一场全新的挑战 当时也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社会围绕着钱太多了 所有东西都 关系啊 都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 所以我想就是打破这个 然后看看什么样子生活 到了哪儿就是一般小餐厅 需要个服务员 然后说跟他们说一下 帮你打工 打一天的工 你给我喂我点吃的 然后你电关铺 我在这个你店里打个地铺 贵州是帮他们建了一个高压线塔 还给了我们一个人50块钱 最后我们去大林山嘛 然后在大林山那边就是支教算是 一路上那么多人帮我 想帮助一些别人 这样 所以就是现在 还资助三个孩子 包括其中一个 那个时候现在都上那个大专了 一直在路上 不曾停止前行 是古月这20多年来的真实写照 徒步 开车 骑摩托车 搭顺风车 在古月的旅行中 公路旅行是她的最爱 2018年 她曾开着一辆国产车 从非洲最南端好望角 一路开到北端的埃及金字塔 花了三个半月穿越整个非洲 在那段旅途中 她感受到了中国基建的魅力 在非洲 我去过好多地方嘛 比如说从内罗比 从在肯尼亚 内罗比 到埃斯比亚的边界 那这个路 你会看到很多 就是两三年前 就是四五年前的攻略上 说这路特别烂 你要是花两天的时间开过去 然后我们走的话 一天 就是很快就到了 路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就是 咱们中国这个秀的 在路上二十年 古月说 她享受自由与冒险 刺激与挑战 2020年受疫情影响 海外旅游计划 她已经全部取消 她告诉记者 她将利用这段时间 停下脚步 沉淀自己 做好准备 期待着再次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